妳也知道我們女藝人 都常常要追求身材的完美 所以那時候就是 因為自己運動跑跑步 都覺得好像這樣子 練不到局部 所以就有那種健身的朋友 她是真的很壯那種 她就說好 來…我帶妳們 我說免費耶 我就很興奮這樣 跟另外一個女生朋友去 妳看喔 這個 有沒有 手臂的部分 妳們女生手臂那個肉不行 就是有掰掰秀嘛 所以我們就跟著舉 然後就剛開始舉 想說OK 5公斤 6公斤這樣 她就開始幫我們加加加 加到10公斤 然後輸 然後那時候當賽也想說 我不能輸 然後又不想被她笑 然後真的就舉… 然後就覺得好像不錯 因為那一天就有舉起來這樣子 然後她一直說很棒… 妳這樣子那個 女藝人當中 妳可能就是手臂最細喔 什麼的 就這樣鼓勵我 對 然後那天本來 妳很好鼓勵耶 其實 真的 然後那天本來 只要練一個小時她說 那要不然這樣子 我們在家 就練了兩個小時 除了舉這個還有舉 旁邊拉什麼的 就練手這樣子 然後那一天真的覺得好充實 就是好有成就感這樣子 結果隔天早上好 七點鬧鐘響了 要外景 我在床上很像被 起不來 妳也太過頭了 對 我真的看到 就是這是喘我要起來 就這樣 我起不來 妳那次是第一次做嗎 就是這個 那個朋友第一次幫我 就是帶那個練習 但是我當天是覺得還好 因為只是覺得很累而已 可是我想說我平常 也是有在運動的人 他只是那天把我練得比較 超一點 因為妳沒做過那麼重的 真的 然後我真的起不來 然後我是用那個尖叫聲 叫我媽 我說 媽 我起不來 然後是我媽 跟我爸這樣把我拉起來 我就趕快去找我姐的藥箱 好險她有那個肌肉鬆弛 可是肌肉鬆弛吃完也會 我來了 好鬆軟軟的 她都鬆的 我跟你講我那天超想睡 就是會整個人很那個 就是會有點呆滯感 可是如果沒有那個 我那天真的出不了外景 妳更動不了 對 因為我那天是 整個是僵硬到不行 我連這樣子 拉頭髮都弄不好 好誇張 很誇張 我就嚇到了 我以為是除夕特別捷舞 每次因為主持完了就去排舞 哪有機會暖身 跳得跟劉貞跳 帥 還是熱舞這樣跳 結果那天要錄影了 我也是 比如說現在錄完六點多 進棚要錄那個舞 因為過年就都排很滿 排練兩次 糟糕 我背也拉傷 動不了 抽筋抽到那 貼到牆上這樣 那個製作人就來 妳還好吧 我說我抽筋了 不知道怎麼跳 待會兒怎麼跳 妳要不要吃肌肉鬆弛劑 什麼叫肌肉鬆弛劑 我那時候還不知道肌肉 還沒做這個節目 我說就是讓妳肌肉會鬆弛 對 我說那有辦法跳嗎 我說那妳為什麼會介紹這個 因為我每天都在吃飯 怎麼會這樣 很大腰困 速度很慢 我看她叫作 不用... 我把她吃了 很難集中精神 對啊 袁主任 你是不是以前在中校醫院 對... 我跟妳講 我之前認識她 幾年了 八年 九年嗎 八九年 有 一段時間了 有人介紹心臟哥去看她 我一看到她 妳看她有說服力嗎 她自己心臟 這樣我不要檢查心臟 所以我沒有 因為朋友介紹 好不好就... 因為我懷疑自己 二間半沒脫水 怎麼查都查不出來 可是那時候吃東西都會 心跳很快 所以我就請她 幫我照了3D對不對 對... 後來發現沒有 都沒事情 你很好 你本來就很健康 對啊 後來我就去 請她吃了一頓麻辣鍋 來 又見面來 對 其實我們心臟科的醫師 最怕就是大家 我們要鼓勵妳去運動 但是又怕妳去運動 因為妳不當的運動 反而造成傷害 尤其剛剛講的吃藥 吃藥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 就是一個70歲的爺爺 他自己有個動脈瀟 所以他瘦瘦的 你看他的肚子躺平的時候 那肚子會... 自己做 你會看到他肚子在那邊跳 微微跳 而且他覺得很可愛 他說就叫小孫子說 來 坐上面 來 我們來一起玩 還說爺爺70歲很壯 我們來坐仰臥起坐 坐了兩下之後 冒冷汗 然後緊急送到醫院去 我們發覺他的 就是說血管到了一個程度的時候 就像吹氣球 它有時候會 所以我們認為有一些人 你要知道說 有些人是不適合做運動的 舉例來講 你有 甚至你有 這類人都不太適合做激烈的運動 你想想看 肌膜卻在那邊有多 很容易有肌膜卻瘡 會是 穿高跟鞋都會有 我是說那種比較 古起來那種肌膜卻瘡 你就試想 你在每次在舉重的時候 是 全身要用力 對 你在用力的時候 血管都繃得很緊 對 你肌膜卻瘡的血管 血管本身彈性 已經變很差的時候 這時候你在用力的時候 爆裂 一聲就裂掉了 那這時候有些人在吃 降血壓的藥 膽固成的藥 你本身的血管彈性 就不太好 那你要出力 你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的血液根本就沒辦法 跟上去的時候 血管彈性一不對的時候 就出現問題了 這樣子就非常非常的危險 所以我們還是在提醒大家 運動的目的是做什麼 運動的目的就是 希望身體能夠進行新陳代謝 所以運動前很重要一件事情 一定要把什麼東西 營養要先吃進去 你要有血糖 讓你有足夠的水分 這樣你在運動的過程中 它才能夠向前去推 好的東西帶進去 髒的東西排泄出來 經由腎臟出汗 然後排泄出去 你沒有達到這個目的的話 就很糟糕 那你過度的時候 就會超過它的訓練 像我們剛剛講的 晚上為什麼不適合去做運動 因為 身體是跟著太陽行星在走 當你在天黑的時候 你的身體就會釋放出 退黑激素 這到了10點 11點 你要想打他去睡覺的時候 這時候你還拿個便宜出來說 不行睡 我們出去衝 那這時候 所以就會影響睡眠了 對 這樣反而會營養 真的 睡不著 對 非常非常影響 像我印象中 又有一個很好的故事 就是一個50多歲的警察 那晚上都在值班熬夜 但是警察先生 他過一段時間 就有所謂的體能訓練 他們要平衡他 你考不好的話 還被扣分 那時候我記得是5月 剛春天 那濕冷 悶熱的時候 他就去跑5000公斤 跑完以後 整個人就虛攤了 虛攤了以後 又冷又熱 肚子又痛 送到急診室 急診室感冒 回去休息 殊不知他是運動過量之後 可能50多歲 可能本身 動脈就有點硬化了 所以這個動脈硬化的斑塊 在過度的運動的時候脫落了 脫落以後 一下子堵住 腸子的血管 導致這個腸子的人叫 後來 等他再送到急診室的時候 已經昏死過去了 要求我們去放葉克膜 但是你一看那個情形 根本就已經來不及了 非常可怕 所以過度的運動 就像剛剛講 會造成 恆蚊肌的溶解 再可怕的就是 你的細胞裡面的甲離子 會瞬間釋放出來 會造成很多的 帶這些酸中毒等等 所以為什麼會產生乳酸堆積過多 對 那這時候你如果再吃一顆 我們再吃點肌肉鬆弛劑的話 你再去運動 整個人就是 更致冰白乳酸痛 所以運動非常重要 但是適當的運動 正確的運動更是重要 我是一個活動主持人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有一點點 輕微的二肩半磨脫水 我之前在就是做活動主持之前 我有參加過練習生 然後那時候我們公司有一個 那個實境節目 然後那時候實境節目為了拍攝需求 所以我們那時候有一次 一連排了 一整天排了 三堂的體能課 然後那個體能課是 男生女生一起上 我那時候想說 好久沒有運動 那運動一下應該就是 對身體還不錯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年輕嘛 應該還好 所以我們上完第一堂課的時候 我還覺得自己 精神好好 好開心喔 一大早運動很舒服這樣 結果到第二堂課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了 上到一半我突然覺得 然後旁邊的人就看你說 你臉色很慘白耶 你嘴唇都紫色 對 所以嘴唇反白 然後都已經是變成紫色那一種 然後我就完全沒有辦法動 我就後來說我真的不行了 所以我後來就 第二堂課還沒上完 我就去旁邊躺著 就是有吃了藥 然後睡了一覺以後就比較好 所以妳的練習生也不好當的 對啊 對不對 他的集訓一天要幾個小時才有可能 對 一整天就好 來我們看看第二個 這些不是好 現象 當心暗藏問題在其中 怎麼樣吃都吃不胖 天啊 當然用想到的 女生聽起來就好開心 好羨慕喔 好羨慕喔 這是我一輩子的夢想 對 對 這個也還像假狀性的問題 對 比如說像瓜哥知道 講的這些內分泌的問題 或癌症的問題 吃不胖這不值得高興外 另外有些行為 很不健康的行為 也可以讓你吃不太胖 可是你身體會出問題 那我自己是 趕快告訴我們不健康 謝謝 我就直接講這案例 20歲左右的一個女大學生 那她來看我的時候 是她覺得很疲倦 然後常常注意力沒辦法集中 跟她看一看 也沒 就是抽血什麼也還好 可是就發現一件事 她看起來小小隻的 可是她幫她抽血 她的那個 超過130就超標 她到180 三酸甘油脂 她的數字到300多 正常數150以下 所以她就是屬於一個 高血脂的狀況 後來因為畢竟我們是做 跟代謝有關 我們就要量體脂肪 很誇張的是 一般正常的人 女孩子 如果說體脂肪大於30 就算胖了對不對 她是小小隻的 可是她體脂肪 一量到40幾 40幾 對 就很奇怪 她看起來很棒 她後來摸 後來就說對不起 你那些手臂 我小腿借我摸一下 但是她看起來 不是那屬於胖的人 對 就不是 結果她摸什麼你知道 你知道你在抓的時候 好像抓那個 軟軟的棉花 還什麼一樣 海綿一樣 裡面其實是根本沒有吸肉 這樣子 那她的飲食習慣 就是她只吃零食 只吃零食 然後有時候怕胖的時候 又少吃 然後又不 那因為很容易頭暈 又不太愛動 所以搞到她整個人 她的肌肉量非常非常少 雖然看起來不胖 可是她是完完全全的 那種泡芙人這樣子 但是她最嚴重的地方 是在於她的高血脂 你讓她一直維持這樣子的話 你的血管會一直受傷 你血管受傷之後 會變成怎麼樣 血管就硬掉了 到腦部的血管硬掉 就中風 心臟就心肌梗塞 這個到腎臟就會洗腎 所以以前我們有遇過 很年輕 大概30出頭歲的人 就洗腎的男生 那個就是單純 只有因為高血脂症 沒有去好好治療 所以後來我們就是 請她改變她飲食的部分 還有逼她要稍微起來動 然後再來也有給她 開降血脂的藥 因為她真的必須要吃藥 那後來調整一段時間之後 隔了一年之後 她的體脂肪就降到 大概差不多30左右 那後面現在還在 悶診追蹤當中 所以這種更可怕 因為妳的外型 像我們外型棒就會 隨時警惕自己 很多女生其實看起來很痠 她們體脂肪都超級高 對 沒有被吃甜食 對 可是剛剛講 那摸起來很舒服 如果全部軟的話 而且整身都冥刷 對 那個確定嗎 那個因為如果真的 我要講的話 這個連胸部都會下垂 是好事嗎 沒有 對 好可怕 你怎麼皮膚吹破口痰 對不對 對 吹痰可破 那個感覺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